臭赛罗拿来吧 贝利亚居然偷袭赛罗 还重重地把赛罗按到在地 他还掏出欧布圆环狠狠地刺进赛罗的身体 赛罗瞬间被掏空了身体 失去光的力量 贝利亚把赛罗掉在半空中并威胁他喊爸爸 失去光的赛罗万念俱灰 但也没有听从贝利亚的诡计 就这样贝利亚把赛罗推进了万里高空 赛罗在光之波坠落 没有了光的赛罗无力反抗 他想飞也飞不起来 在宇宙中不停地坠落 随着大气层的变换 连皮套也改变了颜色 在空中经过了八百年的时间 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还好没有摔成碎片 大家快点发三朵鲜花安慰安慰赛罗吧 这是一群出海捕鱼的马里奥经过这里 看到不停闪烁的物体 他们把船停在了沙滩上 他们很好奇 然后走近一看 还以为赛罗奥特曼是什么外侵物种 感到很害怕 他们经过一番商量过后 决定把这个人带回部落里救他一命 他们找来了一台没人要的拖拉机 把赛罗奥特曼固定在拖拉机的座椅上 然后他们纷纷上车 启动这台帅道爆炸的拖拉机 不送着赛罗奥特曼往部落的方向驶去 他们汤水过河 翻山越岭拍得悲快 生怕赛罗就坚持不住了 不过不得不说 这些马里奥开车的技术真是一流 居然能把拖拉机开出百万级别的越野车 这个也可能是在遇到紧急的事情 人就激发出无限的可能吧 说到这里小编也忍不住 给这群马里奥来上一个大大的赞 糟糕了 他们居然撞上了石头 还好这台拖拉机车身过硬 不然就巴比拼了 他们稍作调整继续加大马力出发了 也许他们救人心气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一个劲的往前冲 哪怕路上危险重重 他们也无所畏惧 也许这是马里奥人的精神吧 他们又一次跌倒了 但很快就爬了起来 说到这里小编友情提醒下各位 游戏画面请勿模仿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位呀 快上车 一路奔波劳累 滴滴撞撞 终于他们到达了部落 然后马里奥立马 抬起赛罗往家跑 他把赛罗放到床上治疗 然后大家手里拿着一些 微弱的光线 嘴里还不停地念着一些神秘语言 像是在为赛罗祈祷 我有蜜蜜帮在秦里场 想要悄悄地告诉你 是从科里段节来往 我打琴你多么寂寞 如果你不唱钱 天之道天之道 心里有福 今天晚上天天暖腔 陪你又聊聊天 那么他们能成功帮赛罗 恢复光明之身吗 随着他们的祈祷声 不断地有星光飘落在赛罗的身上 慢慢地他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皮套不断地变色 在马里奥们的帮助下 赛罗终于恢复了正常状态 而且头上还长出了白白的头发 马里奥还给他找来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可是赛罗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 连名字也记不起来了 我 我是谁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我的头好疼啊 谁能帮帮我 小兄弟 我们是在海边找到你的 你的伤有点严重 就好好的在这里养伤吧 总有一天你会想起你自己是谁的 于是赛罗便留在了部落里 还帮部落里养起了牛 没事他就在部落给牛弹琴 这首歌曲好熟悉啊 有小朋友认识这首歌名吗 评论告诉我吧 谈完歌曲他又和马里奥们来砍柴 奇怪的是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奥特曼武器来砍的 还砍得非常认真 慢慢的赛罗习惯了这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也想不起自己到底是谁了 而此时的格力乔还带着小赛罗满世界的找他 格力乔还开着赛罗送给他的敞篷跑车 马不停蹄地寻找赛罗的踪迹 臭赛罗 你在哪里啊 你千万不要丢下我母子俩 我们找你找得很辛苦啊 谁知道我的赛罗哥哥去哪里了 我们真的很想他了 求求你们帮帮我们吧 妈妈 你放心爸爸一定不会丢下我们的 爸爸是很强大的赛罗奥特曼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 赛罗失踪八百年了 格力乔和小赛罗始终没有放弃 他们走过了宇宙中的每个大街小巷 就连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没有放过 可是都没有找到赛罗的线索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冰雹 任何恶劣的天气他们都没有停止过寻找 真是让人心疼乔妹妹和小赛罗啊 大家快发三朵鲜花安慰安慰他吧 是啊 我们的父亲犹如一座山 威尔而庄严 令我尊敬 父亲犹如一片海宽阔而澎湃 让我崇拜 希望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每天都和父亲开开心心 直到有一天 他们来到了野外的一条山路 路上遇到了两只小狗 其中一只小狗居然叼着一个玩具 看上去就好像是赛罗奥特曼的变身器 格力乔赶忙下车查看 小赛罗 你过来看一下 这只小狗叼着的 好像是你爸爸的变身器 是的 没错 这真的是我老爸赛罗的变身器 我们只要跟着这只小狗 应该就能找到他了 于是 在这只二哈的带领之下 格力乔和小赛罗 往部落的方向跑去 终于看到了 正在砍柴的赛罗奥特曼 格力乔迫不及待地 冲上去跟赛罗说话 赛罗哥哥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快回家吧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没想到赛罗根本还没恢复记忆 他已经不记得 格力乔和小赛罗是谁 这下可怎么办啊 不好意思啊 我失去了记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而且我也不认识你们 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请你们不要打扰我们砍柴了好吗 爸爸那我就得对不起你了 小赛罗没办法了 他灵机一动 先是把赛罗料倒在地 然后把他爸爸捆绑了起来 他老爸惊恐万分地发出叫声 然后扛起他老爸 赛罗撒腿就跑 原来他是打算先把赛罗奥特曼带回家 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帮他恢复记忆 小赛罗你等等我 你小心点 小心不要把你老爸摔着了呀 放我下来 快放我下来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你们这样我可生气了 老爸 这里是你的家呀 我们到了 回到家后 小赛罗拿出电脑 放着他爸爸小时候的视频 和照片给他看 希望通过这个办法 能帮助赛罗找回以前的记忆 可是当赛罗看完视频 还是一点也想不起来 准备收电脑离开了 格力乔还是把他叫住了 说他还有很多照片 没看呢 那么赛罗这样能找回记忆吗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 相信小赛罗一定能成功的 加油努力赛罗 我们下期见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哦